高雄是一名灵性男子疑似经商失败欠下大笔债务 竟然前进了侄女房间偷走了印章跟存折 到银行盗领七万块钱 而侄女呢在四天之后发现存款不见了 回家找不到存折跟印章急得报警 警方掉预了监视器才发现 这名男子呢盗领的人竟然是侄女的亲叔叔 戴着眼镜理着平头的男子 拿着侄女应有可爱巴比娃娃封面的存折 来到银行神态自若的要求领钱 没想到领了一次还不够 隔了一天男子穿着同一套衣服又来到银行了 这次他竟然把侄女账户里的七万块钱都给领光光 高雄市警方逮到这名47岁的灵性男子 原本与哥哥一家人还有母亲同住在凤山区 变称因为经商失败 急遣债务竟然溜进了24岁侄女的房间 偷走了印章和存折 家人急得报警后调阅监视器才发现可恶的窃贼竟然是自家人 只因为没钱还债竟然把歪脑筋动到了家人身上 灵性男子被逮后相当自责 年迈的母亲和疼爱她的哥哥都非常失望 中天希望梁家文章信 高雄报道